大家好,我是小胤 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之前的视频,我们介绍了完全不懂代码 如何在GitHub上查找资源 通过这个视频,大家都学会了 如何下载学习视频、资料、素材这类资源 但有不少小伙伴反馈 在下载软件包的时候 很多软件支持全平台 安装包的版本非常多 为技术人员确实比较难看懂这些文件包 而且不是所有开发者的文件命名都是规范的 这就更难分辨了 那,我们要怎么辨别这些软件安装包之间的区别 如何准确找到适合自己电脑操作系统的软件安装包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个问题 当我们在GitHub上找到想要下载的项目后 比如OBS这个软件 首先可以看项目右侧的Abort区域 这里通常会提供官网的访问地址 很多企业开发的开源软件都会有自己的官网 进入官网 它会根据系统类型 非常明确地把安装包区分开 如果没有官网 我们也可以找到右侧的Releases 这个绿色按钮代表最新的稳定版本 点击进去 在Releases页面的资源区域 你会看到不同版本的发布 每个版本通常会包含多个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 来区分这些文件包的用途和试用系统 首先 文件名中通常包含操作系统的名称 比如Micro Ubuntu Windows 通过这些命名 我们可以大致找到适合我们操作系统的安装版本 通过文件格式的后缀名也可以 像Windows电脑的安装包 一般是DX1 ZIP MSI结尾的 DMG DKG结尾的 是苹果电脑Mic系统的安装包 Linux的系统版本就很多 格式也非常多 比较常见的有 DEB DIR.GZ RPM APP Imagic格式 通过查看这些后缀 我们也可以快速判断 哪个文件适合自己使用的操作系统 有些文件名中 你还会看到类似Apple Intel X86 下滑线64等字样 这些是指 应用于不同的处理器架构 同样的Micro系统安装包 文件名中包含Apple 通常适用于Apple M1 MR芯片的电脑 而文件名中包含Intel 则适用于Intel芯片的电脑 而这种打包后再压缩的文件 就是这些版本的原代码文件 Linux的系统版本相对会多很多 我们用OBS来举例 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根据命名 我们可以分辨 这两个都是为64位X86架构处理器设计的 上面这个适用于R2.04版本的操作系统 下面这个是R4.04版 这个GMI代表可以在R2.04 LTS系统上安装 Noble则代表可以在R4.04 LTS系统上安装 而这些DDEB文件格式 都是它们对应的原代码文件 对于Windows系统会相对简单一些 最多会区分一下 适用于64位操作系统 还是32位操作系统 像OBS这款软件是没有区分的 EXE表示下载后就能直接双击安装 InStory表示这是一个标准的安装包 包含了所有功能 有的软件或有精简版 这种带PDBS字眼的 说明里面包含了数据库文件 那就不是简单的安装包 一般用于开发者在调试应用程序时使用 而这种多数情况下是编写版 如果你希望快速简单的安装 直接选择EXE安装程序是最好的 这种带sauce的一般都是这个项目的原代码 zip在Windows、Micro和Linux上都能方便地解压 dir.gz则适合在Linux环境中使用 而像这种带有版本号的 说明是30.2.3版本的原代码 当然不是所有开发者的文件都是这么命名的 如果你遇到命名不规范的情况 通过文件格式也很难判断实 还有以下方法可以进一步帮助你辨别 和找到适合的软件包 Redmi页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档 通常位于项目的GAME目录下 也会同步展示在项目主页下翻 文件通常包含项目的基本介绍 告诉用户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 解决了什么问题 对操作系统版本或者依赖有什么要求等 如果文件名不清晰 Redmi文件可能会明确说明 每个文件的用途和适用系统 Install文件一般会提供详细的安装步骤 指导用户如何在不同操作系统上 安装和配置项目 对于新手用户特别有帮助 除了基本的安装步骤 Install文件还会包含 项目的配置说明 例如环境变量的设置 配置文件的修改等 有些Install文件 还会提供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帮助用户在安装过程中遇到问题时 快速找到答案 Wiki页面上存放了项目的所有文档 包括开发文档 技术文档 操作手册和用户指南等 开发者会在Wiki页面上详细介绍项目的使用方法 设计理念和核心功能 帮助用户更好的理解和使用项目 例如OBS的Wiki页面就包含了非常详细的安装指南 如果项目开发者并没有提供任何余下载 安装相关的信息 在项目的讨论或问题描述板块 搜索安装包 Windows Michael Polinicos等关键词 看看别人有没有问过类似的问题 通常开发者或其他用户 会在这里给出明确的指导 这里汇总的用户在使用项目时遇到的常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找到答案 而不必每次都联系开发者 如果没有收到你遇到的问题 你还可以进入讨论区 直接在新建话题这里提问 总之 不要被一堆文件名吓到 慢慢看 搞清楚关键词就好了 也不用不好意思提问 大多数开源项目的社区 都非常乐意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最后 如果你实在搞不清哪个安装包适合你的操作系统 可以下载多个可能的安装包 在虚拟机中进行测试 这种方法虽然比较麻烦 但在文件信息缺乏时 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好了 以上就是辨别Github上 不同操作系统版本安装包的几个方法 希望通过结合这些方法 你可以在命名不规范的情况下 更好的辨别和找到适合你系统的软件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三件事 tenían con DI Bu 则 ás B